今天坐在法庭上的个别 当时是被通缉对象 被抓的对象 那么今天姚生一变 变成了受害人 坐到这个地方了 我希望也请求赔偿义务机关 不要再吓唬庭上的赔偿请求人了 他们是好不容易才做出这个决定 今天来参加今天的听证 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第五法庭 正在进行一场不同寻常的较量 双方展开激烈的对抗 一方是来自甘肃的五名商人 另一方则代表 西藏自治区纳曲地区行政公署公安署 这个刑事案子发了以后 我们到处去通缉 抓这些犯罪嫌疑人的时候 涉案人员的时候 一个都不存在 一个都没抓住 嫌疑人变成了今天的受害人 你不能拿现在国家的宽泛 政策性的放宽 你就说我公安部门侦查错了 立案错了 我们认为这是不公平的 对方所提到的公平 据我们了解 作为国家公权力机关 对西藏财务进行的违法处置 就更应当承担法定的赔偿责任 这才是公平 1999年 无名商人曾被列为通缉对象 如今他们 却与当年的抓捕者对捕公汤 这其中取责原委到底如何 这一切还要从一封 国家赔偿申请书说起 这一切还要从一封 这场敲动的事情 封锋就不确了 奢客兵 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党组成员副院长 2017年2月 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立案庭收到了一封 国家赔偿申请书 申请书由马战魁 马超等五人联合署名 委托张铁燕律师提出 要求纳取地区行政公署公安署 退还58公斤黄金 申请书还提到 无名商人想尽各种办法 讨要黄金 始终得到的 却是案件还在侦办 拒绝归还黄金的答复 无奈之下 无名商人委托律师张铁燕 于2016年起 依次向纳取地区行政公署公安署 西藏自治区公安厅 提交了国家赔偿申请 第一次寄送的申请并未得到回复 第二次送达公安厅的申请 则直接遭到拒绝 我们依据国家赔偿法 及其最高法院的相关规定 向西藏自治区高级法院 提交了申请 但是这也是五名商人最后的希望 那天是很晚 我给彭宏律师打电话 我说这个案件有戏了 为什么有戏 我说看来西藏自治区高级法院 是很重视的 因为他的何一厅那个庭长 审判长是他们的副院长 申请书一经上报 便引起了院领导的高度重视 案发时隔九远 且涉及到国家执法机关 为了捍卫公平和正义 守护好人民利益的最后一道防线 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特意委派涉院长担任案件的审判长 那么我们在审理这个案子的过程当中 专门向党委政法委做了苏联请示 我们非常欣喜 有关领导对这个案子的办理 做出了明确的支持 要依法审理 这个给我们这个案子的办理 应该说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也让我们对办好这个案子 更有兴趣 首要任务是查清案件的基本事实 为此 院领导指派 有着丰富办案经验的马法官 担任主审法官 马洪梅 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三级法官 原葬25年 这个案件毕竟快度很大 要想真正的还原 当时的这个情况 难度非常非常大 为了距离真相更进一步 马法官决定驱车前往那去 调查案件的来龙去脉 当时我们就认为有必要 深入到当时的案发现场 去找这个赔偿运机关 去了解这些情况 案发地在那区 从拉萨到那区 相距300多公里 行车时间 接近6个小时 车窗外的风景一闪而过 海拔逐渐攀升 马法官携带着案件卷宗 和院领导的嘱托 一路向北驶去 6个小时后 车子驶入大曲公路检查站 根据案卷资料显示 这里就是730黄金案的案发地 无名伤人的命运 就在这里发生了巨变 请不吝点赞订阅 前方车辆停车检查 前方车辆总靠右行动 前方车辆停车检查 1999年7月 西藏自治区纳曲地区 行政公署公安署 接到上级指令 在公路检查站 执行专项追逃行动 对过往的车辆 一一进行检查 7月30号 当执行民警 对一辆货车例行检查时 意外发现了一个可疑包裹 而包裹中竟是一批 来路不明的高纯度黄金 结束实地调查 马法官在下榻酒店 见到了当年参与办案的老民警 随着问询的逐渐深入 案情变得扑朔迷离 凡是知情的 参与过当年这个案件情况 当时的这个民警 现在能找得到 我们还是都找了 了解的情况 公安机关当场拘留了两名司机 查扣黄金58公斤 并于次日在拉萨市 逮捕了两名接货人 五名伤人之一的马伍德 便在其中 当年参加抓捕行动的几个民警 都说只参加了 简单的抓捕和出审工作 后来呢被调整到其他工作上 对于730黄金案 后来的侦破情况 及黄金变贷上交等情况 一无所知 侦查原始材料 大部分已经找到了 后压清单呀 审券笔录等重要证据 一份也没有 有的说呢 加州也没看见过黄金 只是听说 马法官查案的进展并不顺利 关键证据的确实 给本舅监南的调查工作 再次增加了难度 取证难的问题 同样困扰着 接案之初的张铁燕与事 这个案件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说打算就要出出面的决定了 我觉得我们就是再困难也要坚持 一定要坚持 对 人称黄金律师的张铁燕 曾帮助多位国赔申请人成功维权 2016年 无名商人特邀张律师来到甘肃 为他们维权请命 最最难办的事情 那是培养请求人手中没有证据证明 既没有刑局通知和解除刑局的通知 又没有给他们出具扣押黄金的扣押清单 纳曲地区行政公署公安署 以黄金走私的名义拘留了马武德 并派出警力前往甘肃抓捕另外试案人员 马湛奎等人四下逃散 夺过了警方的围捕 案发一个月后 马武德被取保候审 惊慌失措之下 没有询问被扣押的黄金 也未向警员索要扣押清单等手续 便慌忙离开纳曲一路逃亡 从此销声匿迹 时过境迁 若无法证明纳曲地区行政公署公安署 曾扣押过这批黄金 一切申诉都不会成立 记录国家批详程序需要相应的证据 但是他们拿不出来 我跟彭洪龙女士经过认真的商量 后来我们安排助理 陪同非常请求人 当中有几个人一起到了 纳曲行政公署公安署 你好 什么事吗 我先吹口气了 1999年 这个有一批黄金 被你们公安署扣了吗 现在居无了知啊 我们老明经我们问了一下 有那么回事 这是一个案子 没有说你们说的那么简单 这个嫌疑人到现在还没到案 当年还去抓这个人了 我们这边开始 居留室没抓到 对对 悬了 悬了 这个金字已经烧去国库了 直到这时 五名商人才得知 黄金早已上缴国库 张律师并以此确定了案件的性质 此案符合国赔法中的刑事赔偿 我们觉得这份录音证据呢 它不是他个人这个 对外发布的言论 纳取行政公司官处 应当对这个行为承担责任的 张迪燕律师经过详细地了解 这个案件的情况之后 才把这个案件带录了一个 正确的国家赔偿的程序 在酒店询问相关警员后 马法官来到公安处大案室 调取了与730黄金案 有关的所有案件资料 当时那区公安处 就是几间土批房 所以没有专门的当案室 这个当时的保管的问题 这些低售材料都没了 包括这个当时的扣押清单 唯一有的也就是几张照片 但是对于这个事实是可以肯定的 当时确实扣了这么多黄金 这些都可以确定下来 这是事实 到目前呢 就是这个730黄金案 没有撤销 也没有继续侦查 会一奉起诉 何议庭确定了案件性质 并向双方寄送了 择日召开制政会的书面通知书 2017年4月26号 制政会在西藏自治区 高级人民法院第五法庭召开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司法部 四部委当时下发的 关于严厉打击 倒卖走私黄金活动的 有关通知里面 就很明确的 对于就是说无证跨界 不要说你有没有目的是什么 都不说了 就你运输 那么都是有权利进行扣押的 这是有规定的 1987年6月28号 四部委联合发布了 严厉打击倒卖走私黄金犯罪活动的通知 涉案的那个黄金 从甘肃省跨了青海省跨到西藏来的 那么你是来交黄金的 还是有其他的目的 按照当年的规定 黄金应该就近出售 无名商人为何要舍尽求远 这其实有着被逼无奈的原因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中国西部兴起了淘金热 那十年里 有四十余万中国农民放下锄头 拿起稿头 奔向祖国各大矿区 马超便在这时 踏上了寻找黄金的征途 我们这边的 就采矿的人就也特别多 我们老乡他们都是采矿 一年比一年好一点的 然后我们就也组织一些人 到那个苏白 此时的马湛奎 还在祖祖贝贝生活的山沟里 为生计而发愁 十几年前就是我们上次 十几年前就是我们上次 上里面挖过来 然后就打到这里面 拿筒子带出来去吃水 想想量糟得很 我们那么就是中转家 同学连生活都过不起 东乡少雨干旱 挑一次水 要走两个小时的山路 一日三餐 只有土豆可以冲击 为了使家人摆脱贫苦的生活 马湛奎辞别故乡 一路讨饭来到兰州 在工地搬砖时 工友和他聊起了陶金的事 那年民间流传着许多淘金一夜暴富的故事 传说苏北只一座山中就出了好几个亿万富翁 经过深思熟虽 马湛奎回东乡四处借钱筹集资金 召集同乡组建了陶金队 在这个机会遍地的时代 无名商人带领着具有众筹色彩的陶金队 共同承包了苏北山区的一个金矿 相比于八十年代末 苏北的遍地是黄金 无名商人明显感觉到 近年来彩金行业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 历时一年的开采和业练 无名商人的陶金队终于出产了一批黄金 而此时甘肃的黄金保有量接近饱和 临近的黄金收购点早已完成了收购任务 这个情况下他们的东西还没卖 钢金不熟了 怎么卖 在无门到处打清一下 不久之后 无人得知拉萨银行正在收购黄金 但长途运输的风险太大 他们进退两难 这个黄金不卖掉 这个工人工资也发不上 我们也着急 五人最终统一了意见 马湛奎亲自来到五流公司联系送货人 五名商人之一的马伍德 则提前前往拉萨接货 1999年7月25号 赛有黄金的货车由兰州出发向拉萨市区 当时的法律规定 跨省运输黄金需要到银行提前备案 而五名商人的法律意识淡膜 并未办理相关手续 2003年之前呢 就是国家对这个黄金的管控啊 它还是比较严格的 它至少不让异地这个买卖啊 你携带就是黄金变卖到异地啊 进行交易啊这些 还是不允许的 但是2003年对这个有所放松啊 2003年国务院发布五号文件 停止执行四项黄金审批制度 2003年以后 个人买卖和运输黄金 已经不需要提前备案了 国家开放黄金市场的消息 传遍了甘肃淘金圈 这也让五名商人喜货转机 2003年以后开放了 然后就是通过别人说 你什么说 这个就是能要回来的东西 法律上没有这一机会 你不能公安人员 不能没收这个东西 我们自己去要过一两回 我们去要的时候还是不敢 就是托这个朋友看打问一下 他们说是要抓我们的 所以自己就走事 五名商人无奈之下 只能向当地两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然而两次维权均以失败告终 之后五名商人还是想尽各种办法 再三讨要黄金 然而他们却投诉无门 讨要无果 纳曲地区行政公署公安处 始终以案件审理中为由 既没有审判此案 更拒绝退还黄金 730黄金案就这样被默然尘封 成为无人问津的悬案 尽管我们对这个案子 当时以扣押问题 对相关人员采取强制措施 均符合法律规定 但到了2003年这个案子 没有说出最后判决之前 赔偿提供人的行业 已经不能再被救人 十大罪 所以从这种情况下 十大罪到2003年 它就应该撤销了 恰恰是赔偿义务机关 没有进行反观 在2003年1月份 国院取消行政区可之前 就已经先行进行处置了 我们自始至终 完全没有处置 我们从来没有处置过这批黄金 我们只是变更了一个保管的方式 黄金是因为量比较大 保管起来不好保管 是属于特殊商品 特殊物品 本来黄金都是成块的 分成几包 非常容易移动 不存在不易保管的问题 当时我们涉及到余人龙 46公斤黄金这个大便论的时候 吉林市官员也讲过 他说他们没有保管条件 我说我是做过警察的人 公安机关连枪支都能保管 对涉案的黄金 怎么没有能力性要保管 您没做过西藏的公安 您不知道西藏这边的条件 99年的时候 纳取公安处就是几间土坯房 有可能冬天一个雪灾 就会把你这个房子全部都压倒 所以在西藏这个特殊的环境下 确实当时公安处是没有办法 也没有条件来保管巨额的黄金 如果要是没有能力保管 你要委托相应的人民银行代为保管 就是不能进行处置 处置就是违法 按照现行的法律 就应当承担赔偿的责任 那么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 你还不能到其他地方去保管 我们是交了纳取地区人民银行 进行坐驾上交了国库 根据你们提供过法庭的证据证明 你们黄金是已经卖给银行 然后上交给财政了 所以说这是变卖的行为 违法处置刑事案件 是按财务的行为 不是委托保管的行为 2015年 吉林鱼润龙黄金案 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鱼润龙曾因私自运输 46公斤黄金而被公安机关逮捕 在他等待受审时 国内开放黄金市场 无罪释放的鱼润龙 却并未取回黄金 在随后的十余年里 鱼润龙想尽一切办法 讨要黄金 最终年近50的鱼润龙 终于在2015年 取回了梦寐以求的黄金 而帮助鱼润龙成功维权的 正是张铁燕律师 他也因此得名黄金律师 鱼润龙案也作为典型案例 成为衡量国内同类案件的标杆 当时双方要那个各有各的理 像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作为法官就想尽可能 还原当时的一个事实 还原真正的事实 难度还是非常大 这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尽可能的吧 接近这个案件的事实 五名赔偿请求人 向法庭提出 自身遭遇侵权 而公安机关 则对张律师之前提交的证据 提出了质疑 如果是违法侵权 首先一定的财产来源要合法 如果不合法 那么涉及不到一个侵权问题 所以是对这一块的黄金来源 是怎么来源的 那么我们肯定要追查 开庭之前 马法官已经对赔偿请求人 所提交的相关证据 展开了大量的调查核实工作 他们当时开采金矿嘛 因为有什么探控证 采矿证这些应该都是有的 另外呢 他们采金矿是不是合法呢 它又是我们这国家赔偿 审查的范围 案件既已进入国赔程序 一据现有证据 认定案件能否满足赔偿条件 是马法官正在考量的政洁所在 大学毕业那年 马法官怀着激情与浪漫 只身来到西藏 为这里的美丽纯净而驻足停留 这一停便是25年 他从基层做起 积累了丰富的审判经验 在准确地试用法律 以及理论研究方面颇具建树 马法官对国赔法的研究也很透彻 法案推行之初 认定赔偿范围要先确认没法再先 而这点在司法实践中很难实现 为了有效保护 赔偿请求人的合法权益 国家先后两次修订了国赔法案 修订后的国赔法案 改变了国赔程序作等原案件最终结论的被动局面 解开了受害人结案无望 请赔无门的程序死结 从源头上畅通了国赔偿程序 这里面的证结在哪里 在于这个案子 公安立案以后 直到2016年12月16日 副义机关做出这个刑事赔偿绝输的事 仍然没有对该案提出结论 这是核心的 那么根据雅高 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第三条很明确 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第三条 取保候审监事居住法定期限届满后 办案机关超过一年为移送起诉 做出不起诉决定或者撤销案件的 两高颁布的司法解释 进一步明确了国家赔偿法中 刑事赔偿的适用范围 解释 政府明确的一句重刮 这个案件受害人 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在现在的实验中就出现了 他该做这个人他不做 从案发到现在 对他们采取取保候审的措施 早已经超过一年 他们一直在要黄金 每一次去那许公安处 就是同样的类似的答复 这个案件没有结 你们要来要黄金 我们又要抓人了 像这个案件就是过了十几年了 这就是离罪从挂的情况 解释里面都给予了明确的规定 国家赔偿法定 所以你 Community的 看来还有很多安全 不得罢阳 东西 在这那个可选择 在这一个是 国家赔偿筹 我们明确的 第二个人 很多人 看来 你属可能 不知道 正在 对 这个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一位参股人员 这二十年了嘛 这个我们一个小时 我们全是忘了 我们现在七十多岁了 我是 现在有点事情的话 现在忘了啥都不知道 五名商人很难再回忆起 当年淘金的细节 而淘金队中的参股人员 却要进行身份核实 马法官似乎遇到了一个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其中有一个人 已经在这中间已经去世了 就是那个马有梁 所以在五个赔偿请问当中 有个马小平 这个马小平呢 就是替他父亲来进行 这个申请国家赔偿的 案件审理之词 许多难题摆在了法官面前 请陪双方申请核实股东身份 并向何一婷提交了 大量的说明文书 年代时隔久远 一些文件已经难以考证 马法官无法一一核实七百个人的身份 他必须在海量的历史信息中 寻找与案件相关的蛛丝马迹 方法官有没有新的证据 我们这边呢 已经补充说明完毕 非常义不习惯 没有新证据 没有了 那下面这个何一婷 硕示一下 法庭一直前 这个调查的证据 首先呢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如果这个何一婷认为 有必要核实的有关情况 是有这个权利进行核实的 实际上这五个赔偿请桌人 它是涉及到很多的 这个背后的这个权利人的 他们也出具了一些证明 就证明这里面 有他们的这个奋夺 另外呢 对于马小平和这个马有良的 他的父子关系的问题 我们也是按照这个法律程序 委托了这个他们当地的法院 来进行核实 调查了解 然后工作做得比较细 先看吧 先提交给黑场义务机关看看 这个申请人对于这份证据 有没有什么意义 认可 稍作说明的是 某位人的后面 他们是议程 他们下面其实还是有小股东的 这个关于他们中间黄金的数量的问题 这属于他们内部的问题 这个我们对何一婷调取了 这份证据的真实性认可 医务机关 对这份证据 你本人战士吧 我想知道你曾经用了多少个名字 一个马哈比 马哈比 对 还有就是这个马战区 这是这儿马战的名字 后科目上说一个马哈比布 这个多写着一个字 也就是说你自己有三个名字 是不是这意思 原来东乡人的名字极具特色 大多数东乡人 都有一个与汉族人类似的汉语名字 同时他们还会根据当地的风俗习惯 取一个具有民族特征的名字 我们这个河湘这种 来名字就多得很珍贵名字 是一个 马战区 马战区所属的东乡族 有民族语言却没有文字 加之东乡整体教育水平落后 当地人对户籍信息的登记并不重视 马战区在2003年参加行政诉讼时 认识到了户籍信息的重要性 回到甘肃后 他更新了自己的身份信息 营处指导以后 我后头又正规矩做了一个身份证 就是做了一个马战区 这一块仅仅是申请人自己 现在在自言其说的解释 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我们只是对他加以说明 一部分人没有主张权力 并无影响他今天向人民法院 申请国家赔偿 去公安厅也没有做出 其他的意义 主体资格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政府当中的马战区 就是淡个持有防御的 那么现在有他 有其他四个人 这个马武德是直接当时 对其他四个人没有提出意义 那说明这四个人 他应该是四个人 国家赔偿请求人 这个主体应该认可 没有问题 何怡婷认定了赔偿的事实 但对于被扣押黄金的具体数额 马战奎等人 没能拿出有效的证据 数量怎么认定的问题 双方也有分析 因为赔偿请求人 主张到我们搭乡客 他也举出证据 那我们就应该参照 这个变贷的 这个50617.26克来认定 这个是比较公关 也很合理 以当时的价格 还是以现在的价格的问题 争议最大的 就焦点还是比较明显 同意赔偿 但是一个先绝的条件 就是或者退回黄金 或者按照调解协议 做出当日的市场价格 进行赔偿 公安机关则请求法院裁定 按照当年变卖黄金时 产生的价款 对5名商人进行赔偿 这个手牌发生时 这个价格 380%就在加点利息 赔偿其实肯定不大 尤其是在内地有 按照调解协议 根据目前国内已经完成 赔偿的集体黄金案来看 赔偿金额的算法 基本与张律师提出的 赔偿金额计算方法一致 赔偿申请人 要求按照做出赔偿决定之日 这个市场价格来赔偿 那么价值达到1700万 内地的案例 要不你买整标的黄金 现在黄德亚一样的 就按照这个市场价格里 跟它算钱 我们的赔偿义务机关 当地的财政 这个承受的那是有限的 作为一个国家 集中延片的贫困地区 人民群众 当地财政 乃至于我们的司法机关 都是难以承受 和难以接受的 何亦廷考虑到赔偿请求人 已经经历了17年的等待 如果最终裁定的赔偿金额 超出了地区财政的支付能力 很可能会导致赔偿金的 严实到账 反而不利于解决 五名伤人的实际问题 被靠背的房子 和当地人 解决了充分的解放 在何亦廷的劝导下 请赔双方各退一步 最终 案件以1100万的赔偿金额 调解成功 为了使判决生效后的赔偿款 能够快速地落实到位 由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国赔委员会代为收取赔偿金 继而支付给五名赔偿请求人 在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督促下 纳区地区行政公署公安署 很快履行了赔偿义务 五名伤人拿到了 梦寐以求的赔偿款 当年马超的赔偿申请 两次遭到拒绝 当他第三次提出申请时 法官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司法是公平正义的 最后一道防线 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这个目标 一定会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一道成为美好的现实 中华民族众二 公平正义务 脑袋 最多的意外 在京都市场上 在山道上 这边选民口 只好 在一边 在一边 扶保护 儿子 你还在下班 还在办公室加班呢 还是比较忙呢 你还是去家人在照片回去 没事 你们那个台风怎么样呢 说是 我都想在自己身上上个声 然后呢我们宿舍的栏杆上去 就在放松这里 那绳子要粗一点才可以 那到时候台风过后晚 就及时打个电话 有什么情况 行吧 你那个考试 孩子三岁那年 马法官假期结束返回西藏 孩子悄悄在院墙上 写下了这两个字 而马法官 直到第二年休假时才看到 马法官用笔墨 记下了当时的心情 聚散之间 墙已斑驳 儿已长大 当年的墨迹 却清晰可见 见证着岁月 见证着情感 不过得了 不过得了 在这一年 此外人会发现 这一步进行的 我我知道 真的没有人会在这一步 没有人会在这一步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